切辣市場的反應比我預期中是很厲害的 現在切辣六天是800宗 現在平日都去到超過100宗成交 我想這些光景十年都沒有見過 你買廿年樓是很少見的情況 絕對少見 會不會作長嘲諷 我自己看整件事就不同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古壇思見 今集雖然詩先生不在 但我們繼續討論樓市 請到資深的策略師Lori 上來接受訪問 Lori你好 多謝 浩德跟Lori好像很熟 是的 接了多久 我們認識了不少日子 因為樓市經常有很多事跟我們分享 各位觀眾有福 Lori其實很少接受訪問 今天因為切辣後 似乎賣樓的走勢非常凌厲 所以請Lori上來分享一下 究竟近日市場的走勢是怎樣 Lori 切辣後交頭似乎急升 在你觀察是否持久呢 這個問題 首先我覺得切辣 市場的反應比我預期中很厲害 我想很多市場都有說 現在切辣六天八百宗 現在平日都超過一百宗成交 你認識一手加二手? 一手加二手? 一手加二手 一手的數字在市場上比較難拿 除了你來中原平台 都要隔了一星期才知道 一手是很即時的 切辣之前只有幾宗 現在平日是過八宗 有十倍增長 小大都做了二十年 我想這些光景是十年都沒有見過 即你買二十年樓是很少見的情況? 絕對少見 百花齊放 這種引頸二代或餓 報復式的反彈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字來形容 我自己覺得今次會不會持續呢 其實現在的反彈 都剛剛星期三一個星期 我覺得用一個星期去判斷會不會持續多久 首先已經始料不及 始料不及的 明明你做一些事 忽然間意外發生 你不知道意外發生的持續性多大 我想是 不過我也不想說到這麼完 簡單來說市場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都是錄於見到的一個機會 以你觀察新樓買到火熱 其實買的人是甚麼人? 譬如有些是西餅客 有些是內地的優材 連夜來香港買樓 有些是香港人自己購買 其實結構可能不是很多宗 可能是千多二千宗 情況是怎樣? 我先打個笑 你買到的一定是有錢 原來香港的人真的挺有錢 內地客來的都是有錢的一批 但也有些數字 例如八百多宗 當中 你大概有 因為其中有一個行機的新盤 我不算全新開的盤 通常有一個新開的盤 都會來到整體數字有些影響 例如四百個 那周圍就四百個 但撇除那個當中 其實有差不多七成的數字 是一些現樓的額 先用一手 一手我們掌握數據 一時間真的太多 即是可以馬上賣 即是你的投資屬性 是否真的想像中那麼大呢 那是未必的 似乎我自己覺得 就會是一些等了的買價 因為這個撤辣的事情 我想在傳媒上討論過一段時間 一個月施生都已經在此激變 涉戰群餘了整個月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是買家 看得師生的中國 我也不動手 我遲買了一點 差很遠 今天看到了 我想其實都是一些用家為主 也有這麼說 如果我用二千萬的界線 其實有九成是低於二千萬 這些都是我們認為的大眾的貨源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次也是一種 忍了很久 現在我的機器出來報復星買的 那股比較強一點 國內客是有的 例如豪宅一點 我一條線五千萬以上 其實國內客的比例已經很高 今天絕對是 對於它來說 大家看到小熊輸益也是一個指標 其實它這件事在國內的討論性都很強 我相信大陸購買的買家復元很大 說真的它2%走下來富豪 亦都很常淡 一口水 我們都說 曾經常這樣說 亦都看到的 其實你這個超過二千萬的反應 以前有專才已經在去年大概11月 我沒有幾失失 一月是它的先免後徵 其實已經當了一個挺好的 超過二千萬的一個回額 今次可能再加多度力 我下來漏夜來買 我說對了 免得了 不等明天了 因為通常國內的很有錢客人都是忙 雖然是明天是非去 既然香港不肯下來 就當作買菜買多一件 我覺得都會疲 以你知道我們接觸發展商都比較多 譬如市突然暢旺 或者比預期的走勢零禮 以你所知 其實發展商在賣新樓的態度 有沒有什麼轉變 之前就有很多人說 要減價快些退貨 去貨 現在會不會進取了 或者新的策略是怎樣 怎樣清貨尾呢 我老實說 其實他們有少少可以叫做反應不及 即他們都想不到 想不想都不知道 但是那個 因為我給大家一點感覺 二月份其實是否有很多新盤開 以前暢旺一個月 你基本上可能四至六個盤開 其實去到去年的年尾下半年 其實你可能去到十二月至十一月 剩到一個月一個盤開 市場各個特別代理叫救命 你看到二三月都激變了 整個月 你看到發展商其實全新盤開不多 可能二月份講到兩個行基 即Degraffier Pace的新盤 叫做最有反應的那個 很多盤其實去到今個禮拜 通常禮拜三四 今個禮拜應該會有一個盤開價 即是新世界的泰豐和華新興的泰豐 你看到其實其他大的發展商 即是真的再大一點 其實你見到他們沒有一個好 當然新鴻基金都拿了天散開出來 但是很多部署 我覺得不是反應得很激烈 我想他們都是觀察一些 因為可能對買家來說 買的樓幾百萬 可能你發展商開一個新盤 其實真的數十億一個大的項目 但是一些漁課的發展商其實沒有做動作 他們可能有些小優惠出來 你問我這些小優惠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我也不覺得算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所以我整體覺得發展商是對於那個效力初提 一半順半義的 現在發覺反應這麼厲害 所以開始走回Turbo 我相信其實3月、4月整體開新盤的動作會多了很多 可能他們有少少要看定些再做的情況 上星期有問過你類似的問題 不過也問多一次 如果新盤開得好的話 其實對發展商的股價有沒有實質的大幫助呢? 當然有 新盤開得好解答了幾個問題 開得好覺得有合買 即是說樓的流通量一定好 如果樓通量好的話 價一定不會再差下去 通常就是量差大家就會等多一會 會形成一個負面的循環 現在突然間樓通量高回 那些賣家覺得沒得再等了 那整個市場就會回合 那沒有牛皮 沒有牛皮通常都會慢慢好 因為如果用現代的金融理論 有一個所謂的Liquidity Discard 流動性的定價 如果所有資產流動性越低 其實它的價錢就會差一點 流動性好回來 價錢又會好一點 我相信樓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如果之前香港的房地產發展商 本身擔心他們的貨幣賣不去 又不想定價後賣不出這麼厲害 所以他們會審慎 為何他們的樓盤不會很積極推 不然推出去賣不去 所以減價是很難做的 現在如果市場他們的判斷 覺得比較正常 可以吸入到 即是貨幣又會好些 即是他們自己的去貨出道快 即是他們自己都回籠回來有很多 他們可以重新 譬如他們覺得看好後市 可以重新有子彈去買地 對政府會好些 他們之前有一段時間 大家很擔心 即是香港的房地產發展商 就因為香港的雲觀的不確定性 大家又覺得他們有不少大陸的投資 接著現在的食有貴 怕他們的財務率很大 那你賣了樓 那有錢回來 他便有錢還 即是就算銀行call也有錢還 那你老闆對他來說 是不是應該好些 理論上就是如果他賣樓好多 那套導演 所以他整個大家對他的bundish rate 那個down yield 就應該減低一些 所以你問股價是否應該好些 那就應該好些 即是常常都說 即是他自身的問題減低了 那對整個行業的大家的看法 就沒有那麼負面 理論上大家對股價的反面 都應該是正面 但是要有多少 即是賣樓便是有少少報復式反彈 但剛才說 就算你這個現樓市場 大家都未看得那麼通 當然你說股票的話 其實反映前景 那麼這段時間 大家會逐步一路反映上去 那如果我相信 當一手發展商的正常開盤 而事實上要繼續有不少的買家 即市場循環回頭 我想就會有一個中線的股價上 會反映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多一點 但其實切納其中的副狀 或者其中一個down 剛才提及過 就是怕炒風重現 最新可能怕炒風太厲害 我懷疑 銀行就似乎相繼停止推 二手樓的摸貨按揭計劃 但發展商一手銷售 仍然提供非常長的成交期 Larry你怎樣看呢? 你認為一二手樓的交投在發展商助長 但銀行收稅之下 會否一手的比例仍然遠高於二手呢? 首先幾件事 一二手的比例 其實歷史數據是二手多於一手 一二手的體量很大 其實真的可能用舊的制度 甚至去到八二比 即八成是二手 二手 兩成是一手 當然近年這個數字一直上升 近期可能極端的例子去到四六 即四成是一手 即一手的數字比例上升 一路上升 亦反而是稅制問題 就是萬人一樣要持有得久 我的樓通性不大 其實可能我形容為 樓的實用屬性大 金融屬性 因爲它不能在樓價下跌週期 所以可能會令到一手上升 首先有幾個問題 你問了一連儲問題 第一句摩貨 摩貨這句字很久沒有出現過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對上周期可能是零幾年 零七零八鋪市炒的時候 他們都可能會叫摩貨 即是非住宅市場 但其實那些 我們形容為一個實銷售 即是在成交前再出售 其實都不只是用摩貨 即是confirm more 可能以前有些 nomination 亦都是追蹤歷史 即以前其實銀行 對於這些東西都很審慎 即不是今天 其實摩貨 摩貨一向不是好做到 下手接手 不是好做到岩揭 因爲它一連串 因爲買家的業權未完成轉讓 就變成銀行對於那件事 真是很快跳一跳 這個專業字眼 一些未必很明確的產權 銀行對於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有產權 所以很審慎 一向都審慎 但是當然 你說會不會作長炒風 我自己看整件事就不同 你看股票也多 或者看買樓的資產 剛才討論也好 其實你看到前景 你覺得升是炒家入場 很難用炒家來推翻市場 我又覺得這個因果效應 其實在市場上 雖然大家解讀便宜 炒起市場 買家便是有原罪 我本人醒來我沒有炒 但感覺那個因果又是否真的如此 我想最主要就是大家 對於樓價是否還可以 覺得很大的上揚 這個才是炒不炒得起 即是跌的時候沒有人炒 對 即是升的大豆買不到 跌的大豆沒有人買 在財經中介紹了很多 樓市也是 現在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反而感覺是樓市跌得多 之後開始對一些好消息的反應很大 敏感度很高 都這麼差 再差下去也不能去哪 現在就覺得切勒勒勒 覺得好像一個捉到底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都傾向樂觀 看你這麼說 所以銀行反而 第一我覺得市是否會炒家重建 整體是大家究竟這個刺激氣氛可不可以延續 接下來的息口又如何 第二,銀行審不審慎 對於整件樓市的支持是很重要 它始終樓市的買民金額很大 沒有按揭的輔助 就很難去持續 這一點也是 但是銀行也很坦白 它更加下雨收姐 又或者市場OK 穩定不跌 它又覺得更精彩 即是應該前瞻性嗎 它不敢 它的角色不應該是前瞻性的 銀行是一個保守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銀行做這件事很合理 魔貨也在市場上很少很少出現 亦都說今天如果設了公司的辣椒BSD 即買賣公司 其實是否真的需要用魔貨的形式呢 亦都可以後華 因為其實在之前高印花稅的情況下 其實很多人都買賣公司的情況 所以這件事亦都不簡單說是一個實行 所以我自己覺得 整件事有點快 一個星期間就覺得 很有效力 很快 然之常早 雖然我亦都看到市場可能有些新聞 說有些魔貨重現 我想也是一個對市場上的大事件 本身沒有辣椒 怎樣有辣椒 那個人便宜買回來 既然你有錢賺難道我不賺 他買一刻不知是想做炒家 升了我就做炒家 跌了就變成傭家 有些少是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因應情況去做決定 最後問兩位 樓市相對幾天比較遲 你們兩位會否認為 譬如今年的餘下時間 你認為樓市會否再有一個明顯的升幅呢 施生之前比較保守 要看中國經濟和減息 兩位怎樣看呢 我覺得刺了辣椒 這段時間大家有短暫衝進去 就會將之前樓價的下限周期暫時止跌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期望 我覺得是相對合理的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影響樓價下跌的大部份 其實大家已經某程度反映了 對經濟前景不穎朗 對過去一段時間有人離開了香港 對息口等等 而這幾件事哪些會再好呢 首先是利息最新都是退了 現在可能最快是第三季會減息 我覺得這個雖然大家有預期 但真的發生是重要的 譬如大家預期切納 但你真的切納的話 真的有很多事情才會發生 現在就是大家預期第三季會減息 如果這個減息是一個 將我們這段時間的歷史周期 正式地畫上一個句號 是很重要的 當然聯儲局全世界都是加減息的特根聯儲局 聯儲局過去都試過 加減又減或減又加分 在十二個月之內 這個11次是2018年、2019年的時間 但我相信是沒有那麼兒戲的 所以如果今年真的出現了第三季 確認了加減息周期完結 大家的心定些 那就真的好些 除了切納之外 那些阿里察斯 那些銀行滿身的借塔比利 其實都真的好 至於我們剛才說過 不論是黑貓還是白貓 不管是用家也好 炒家也好 也會多的人回來 多的人回來 其實對市場的需求一定會增加 我覺得整體都會好些 另外要一個大的上升量 我覺得就是有回歸基本步 因為我們說的是住宅市場 住宅市場 當然我們有外面的投資者 但是最核心的 香港的房地市場 最核心的投資者 就是香港人 香港人 我自己覺得 整體的財力是非常穩健的 當然 當然因為我們經歷了這麼多人 其實整體市場發展得很成熟 所以就算你說這兩年 真的樓價條影了 其實大部分人的影響很小 也提到為什麼 只要大家對市場的期望回來 就會有資格 因為本身我們的靠買力很強 在沒有很高的槓桿情況下 其實已經維持了這個價錢 如果有機會再重新 其實是爆炸力很強 當然這就要很多因素配合 但是我自己覺得 基本就是這段時間 可以合理地期望 樓價不會再像之前那樣差 指定了 希望這個上升什麼時候 大家就可以觀望 但是我剛才提到的兩點 中國的文官經濟 因為我們現在真是很受大陸的經濟影響 亦有部份的買掛 就是那些最近 Lori說2000萬的樓上 即是很靠國外資金 那些也會拉得起市場的跌跌度 所以我希望看到下半年 有一個明健一點的收入 Lori怎樣看呢?樓市你認為會再息? 樓價都經常被人問 雖然好像開心心地討論 其實我是比較悲觀 但始終有一個數據比較重 就是供應 因為前幾年其實大家 那個一窩蜂湧入賣地各樣 或者是之前說漫長地 都製造了多少供應出來 即是發展商行 是的 其實你可能一手在市場那裡看 例如你批了預售未銷售那些 其實可能都要2萬5個單位 亦都前幾年 即政府都公佈了數據 潛在供應到差不多10萬的數字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大 誇張一點的數字 當然如果市一直是不升的 潛在供應是有水分的 我是發展商也起慢一點 對,又看到地盤 我又要扔多錢下去 我也要看定一點 也很短期 我就算說你建好的樓 要再出售可能差不多2萬多間 即貨未? 建好了,現樓未出售 即貨未出售 可能它全盤未賣 但我們俗稱都不能擺放 就已經建好了 這些都是一些時間需要消化的 即是說大批貨在單位市場手上 它要出售 到價格未必上得到 第二就是我想利息是很重要 在這一點上 一個比較利好的消息 會彈出來 短期市場反應 究竟第二個預期是否發生呢 第二個預期都發生 我想整件事真的會很多 因為總資產 即是減息 即是減息發生的話 因為物業是總資產 其實是很敏感的 整件事你調低一兩厘 其實差賣購買能力 整體的持貨 可以實力的強度差很遠 我都不猜過那件事 那件事我們都控制不了 其實現在都是叫做一個 暫時止跌的作用 我是同意的 但是你說我看今年年尾 是否真的可以追回指數呢 其實都是參半 可能分分鐘都還要 我自己看有機會再下跌 所以綜合兩位意見 指跌了 但是未來的走勢 仍然是要觀望的 大家記住 如果想入市便要考慮多一點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這裏 再次多謝Laurie上來接受訪問 下次再請你和詩生談一談 兩位地產界的專才可以慢慢交流 我們下集再見 要不及了 我們下集再見 無妳的視頻